藍刀是比較上偏向水面的魚 所以可以方便大家一點 先上釘了出去之後 再向水面的魚 藍刀也不是什麼速度的魚 維持一個穩定較慢的速度 就可以基本上沒有人速度以普通的速度 或者注意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 可能發覺慢的時候 都是撞的 不是很狠狠 總是做不到 可以自己變速去做不同的嘗試 或者說說藍刀的雜性 藍刀本身是一些浮油的東西 或一些細微的生物 其實現在是維穩的 各位留意一下 這裡是一個上油 即是薄下來的一段 有水源在集中的圍群 其實跟他說 也都將很多食物集中在一個圍群 主要在這裡分散 所以為甚麼見到我和K 為甚麼一排第一次槍 就鎮入房 水口位 就是因為這裡很大 水口位 對 你這裡鎮呢 鎮了幾下 沒有的 因為魚不是這裡的 所以也都回應回 一開始我昨晚都說 為甚麼位置是最重要的 就是這樣 在這裡鎮那麼久 都不能咬 所以在水口位置 一釘下去 一沖著 魚已經在咬 我感覺到 當然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或者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一路去的時候 或者有機會有些不同的障礙物 或者有些不同的支流插進去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那些位置 去釘那些位置 這樣也會相對情況比較大 好 好